小姐 你没事吧 鞋跟断了 这高跟鞋呀 就像每个漂亮女人的小情人一样 偶尔呢 总会闹点小脾气 但这些漂亮的女人又都离不开她 你说是吧 你这比喻还真形象 那我该拿着小情人怎么办呢 来 我们里边请吧 我的建议呢 是如果觉得不合适的话 那就果断放手 偶尔结识一些新的朋友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啊 怎么样 还合适吗 这双鞋好舒服啊 而且非常漂亮 很符合你的气质啊 可是 我没带钱包 没关系 把这双鞋子给这位小姐包起来吧 记在我账上 这可不行 查看这个卡 给这位美丽的女人 好 谢谢 我会给这位女人付账 很感谢你帮我挑的这双好看的鞋子 但是我真的不能要 刚才撞到你 是我的事物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 请你收下它 来 把这双鞋子帮这位小姐包起来 我来吧 谢谢 我送你出去吧 好 这里 七百多呢 李总可真是个大好人啊 这有什么好新鲜的 哪个月不送几套出去啊 你说李总套这一套 赚了多少少不行啊 人家真是巨人气呢 你知道咱们成一百户 有多少费费客户 是冲着她来的吗 可是 像李总说 陷阶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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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让人产生确决的呀 你不会还爱慰着她吧 别傻了 她可是对谁都这么好 来大家看看啊 就是这家店 诱导我女朋友高消费 花了我为结婚存的钱 我拿什么结婚呢 不是你说以后这店咱还能来吗 告诉我这店还能来吗 没错 说得最 不能来了 先生 我有个提议 您过来听一下什么 好 我听听你有什么提议 来你说吧 是这样子的 这些货呢 出售超过十五天 照理来说 我们是不能退的 但是您今天有特殊情况嘛 我就破例一回 只要这些货 标签没有拆的 都给您退了 您看成吗 不能全退 是不是啊 好 好好好 来这样 把你们那挡货 叫什么来着 姓高吧 把这个人叫出来 我要看看到底是谁 好 别闹了 我都说了 我再也不买了 别过去 就是冲你来的 为什么 就是那个包姑娘 你把结婚的钱都花了 你还不让我说了 人家自己花钱 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只剩自我认同感 哪里有错呀 你就是那个诱导我女朋友的人 原来买一百块钱衣服都舍不到了 现在可到 见什么买什么 而且专挑贵的 买一个破床 南荒好几百 合着不是花你的钱 你当然不心疼啊 但你女朋友更自信了呀 我告诉你 就凭你诱导我女朋友高消费这事 我就敢告你欺诈消费者 你听懂了吗 谁欺诈消费者了 我这是帮他呢 你不觉得他比以前有自信多了吗 合着你的意思是 我还得谢谢你了是吧 那你好人做到底 送佛送到西啊 这些东西你全买了吗 你这不是无力取闹的吗 我无力取闹 先生 这样子吧 我尽量去跟领导申请 能退的 我一定帮你给退了 什么 不常 什么叫能退的都退了 我告诉你啊 今天这些东西 所有的都得给我退了 那真的不好意思啊 这样不合规矩我们做不到了 清老 别闹了 再回家再说心情 你别管东西必须退 不退是吧 等着 走 你看这个区域 嗯 这里 到这个位置 你看三楼的这个位置 明明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 但是销售额一直都少得可怜 这就证明这个品牌是有问题的 像这样的品牌厂商 该解约就解约吧 好的 我马上正手去办 想要提高销售额 又不想被迫打价格战的话 我们就一定要有效地利用我们的店铺资源 你跟王小在商量一下 让他出一个方案 看看有什么办法 可以更有效地盘和我们所有的资源 找他商量 我们是做商场 不是做杂志 是 零售额它肯定不如你了 但有些时候我们听听不同的意见 不是也挺好的吗 李总 叶总 有个顾客想要退货 协商不成 在商场大闹呢 你们客服部的人呢 这种事情也来找李总吧 我们经理正在和他沟通呢 但是这个实在是蛮不讲理 超过退货期限的要退 甚至连他穿过的用过的东西都要退 走吧 我们下去看看 来来来 大家听我说啊 臣民百货 勾然欺骗消费者 而且 明目张胆得有托 你们说这天以后咱还能来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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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过去 别来 你们干嘛 出来了 有什么事出我来 完全没百货什么事啊 谁是托儿啊 谁欺骗消费者了 你们少叙狗喷人了 哟 真出来了 来 大家仔细看看啊 就是他丢给女的工人欺骗消费者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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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来来 走 走 走 快走 这位先生 大家先冷静一下 好吧 有什么事情 我们都可以沟通协商了 再说 几个大男人围着一个女孩 让外人看了 不是也不好看了 不是你谁啊你 你说了算了 这是我们总经理 好啊 我可算怕了个管事呢 来吧 给我个解释吧 这事怎么解决啊 首先我声明一下啊 我们陈名百货 不会有拖 这位小姐只不过是我们陈名百货一个普通的导购员 其次 我们陈名百货绝对不会出现欺骗消费者的钱 我们百分之百遵守着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问题 你如果有任何犯罪证据的话 可以到相关部门去举报 申请投诉我 谁又不忽略给你打完 啊 那 再说了 这点钱够起律师的吗 当然了 这个事情 肯定跟钱是没有关系的 哎 我想可能跟你 和你女朋友去交费官方的制度做事 还有 有些时候女人暗远 生活才更有情绪 不是吧 我就是没情绪 任真 来来来来 过来一下 过来啊 来 不是老板 你就说这事怎么解决啊 啊 这位先生 你的商品已经超过15天退款期前 按照公司规定 是不能给你退款的 但是这笔钱我会以个人名义 作为新婚合力送入外卫 然后再附送一个VIP给这位先生 就当是我们送给这位先生新婚礼 祝你们两个新婚快乐 这张片面 我告诉你 这事没完呢 他 必须给我开除 必须开除 必须开除 没有他 我俩不会闹成这样 你知道吗 他的个人导购方式确实有点问题 不太适合我们成名百货 顾客至上的服务员 好 那今天就到此为止 散会吧 我去工作 闫着 颜总 你看网上的新闻了吗 一大帮人 扛着牌子在成名百货门口 投诉他们欺诈消费呢 李明彻怎么处理 全额退款 当场把那个导购员开除了 李明彻这么精明的人 肯定会稀释宁人 平息舆论 燕总 咱要不要也联系一些自媒体啊 给他来一个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呢 巧诈不如卓成 少玩这些 不如留的下作手段 我这样做 难道真的错了吗 自以为是的无所不能 自以为是的好心好意 结果不但让顾客不满意 还在公司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 高阳啊高阳 你以后应该学会 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了 来大家仔细看看啊 就是他丢这女的 工人欺骗消费者 他的个人导购方式 确实有点问题 不太适合我们沉迷百货 顾客至上的服务原则 明天去人事部 第四次报告吧 我可真是个自以为是 又自作多情的傻瓜 高阳 你真的该长大了 恭喜我们的销售冠军 高阳小姐 恭喜高阳 谢谢您啊 我今天特别的开心 女士您好 请问需要点什么 您要这个开心果冰淇淋蛋糕是吗 除了这个 其他都给我包一块 好的 那我们马上帮您包起来 叶总 这是您要的三楼东区商家的资料 这个是他们先说记住 放那儿吧 叶总 您今天当场开除那个不知天高以后的狗人可真是十分明智的 我开除她是因为她给公司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对了 最近事跟你没关系吧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就是觉得她的导播方式有问题 没想到这么快就出事了吗 不是 她还挺可恨的吗 尹总还连累咱们公司是吧 来到印竹这方活活乐图 寻求让众生解脱的大智慧 对不对 你怎么又买这么多东西啊 全是蛋糕 吃货浪费 困境对你的智商完全没有做 没错 我就是没有智商 我就是一个没了钱什么都没有 离了钱什么都不是 完全没有价值撤头撤来的傻瓜 你满意了吧 我就是要来 我用这个大智商 你真正的 Multi- 来 我看这些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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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看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傻了 她可是对谁都这么好的 人家真是巨人气呢 为什么连你都不相信我 如果你对我的好 只是你对所有人的习惯 看来真是我自作多情 爸 你为什么从来都不告诉我 原来我是一个这么没用的人 我真的很努力想要做好 可坏来的还是大家的责骂 我真的是我没有 现在连工作也没了 爸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我好想回家 我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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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为什么回来呀 我怎么回家 我又没有扔错垃圾 吃饭 你给我做早餐了 我只是做多了一点 赶紧吃完去上班 没工作 重新找不就行了 你说什么 你昨晚哭那么久 没听到都难 你就不能偶尔装一次傻吗 说话永远那么直接 很伤人的 而且你既然知道我没工作了 还假装没事让我去上班 是故意讽刺我的吗 就算离职了 也不需要交接 办手续吗 你没工作 不需要找新的工作吗 这就是你的生活态度 他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 赶紧吃完 去公司 不许迟到 他说的对 做事要有事有终 不能迟到 尔与 解决 去公司 做事 做事 就行 够了 都要做事 有事有事有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